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解一下无理方程式 无理方程式呢,其实就很简单的判断 它是一个左式等于右式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解除里面的x 所以这一边呢,不要去取巧说 这个是平方根,这个平方根,x-1跟x加1可以发生关系 其实不同类的根式就不能做加减法 所以这个基础要记得 所以这一边呢,其实解无理方程式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保留一个单方面只有平方根 保留单方面无论左边式子还是右边式子只有平方根而已 所以这一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 我保留这个x-1,然后平方根x-1 等于这个负一向过去变成了正 正义一向过去变成了负义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 然后当当方面只有平方根的话 我们就这边跟它发生平方 左式等发生平方过后 我们的右式也要发生平方 所以其实我们在解方程式的话 无论哪儿发生关系 我们尽量给它公平分配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原本的数值是不会有改变的 所以这一边平方根发生平方的话 我是剩下s-1啦 然后这边右边的式子是个完全平方式 所以这个无理式的平方就是s加1 然后负1的平方就是正1 然后负1乘以这个无理式 这是负根号s加1 然后再乘以2 负2根号s加1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简化了乙部分 然后接着的话 我们也是把这些向移向过来 然后保留右边式子只有平方根 所以这一边我们可以接着做的是 s-1 然后-s-1 这个正1以向过来变成 负1等于负2 s加1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保留在右边的式子 然后全部那些向都以向过去做式 然后加变减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这边 s-s归0 负1 欠1 再欠1 我欠了三个 然后这个是负2 乘以他 所以一向过来就变成了 是除以负2 等于s加1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右边又是只有那个方根的一个无理式 这边可以负负的正 所以这个平方根一向过来的话 就是说 这边是平方 等于s加1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差不多可以得到s的价值了 所以这边分母要发生平方 分子要发生平方 所以这儿是 四分之九 减一等于s 所以s等于四分之九 减掉四分之四 分数加减法要通分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它隐藏的一分母 然后乘以四 分母乘以四 分子也乘以四 所以s等于四分之九 减掉四分之四 所以这儿是四分之五 所以我们解到后面过后 我们就开始要带入那个答案去验证 是不是可以符合体液 有没有算错吗 所以这儿我们带进去的话 四分之五减掉四分之四 水师四分之一 然后这边的话 四分之五 加上四分之四 四分之九 然后加一 会等于多少 这边开掉平方的话 是二分之一 然后这边开掉平方的话 是二分之三 然后加上 这边我跟它通分 就变成二分之二 二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三 是负二分之二 负二分之二 加上二分之二 就是等于零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 是算对了 所以这就是解五里方程式 找出那个s的方法 我们尽量保持 单方面只有平方根